大學之道啊 在明明德、在清明、在子儀至善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了解這個三綱領八條目 這個三綱領很重要 大學之道就是學大 人得一啊叫做大 我們人得到一了 你看那個文字的寫法 是不是人得一啊 就是大 所以我們人要學於得到一 一就是道 知得一萬事必 你知道一啊 萬事啊都畢業了 知道一了嗎 知道了 就是道的本體 所以我們學大 就是要學道的本體 那麼在明明德 那個明德就是我們不生不妹的真心佛心 那上面那兩個在明就是修了 因為我們啊明德都已經不光明了 所以要把它修的恢復光明 所以在明明德 然後呢明德了以後啊在新明 那有的時候在親明啊都一樣的 做一個新明喔不做舊明 舊明呢都是我們那個席姓啊在當家 新明的話欸我們佛姓在當家 各位現在是席姓當家耶佛姓當家 真的喔喔那都沒有造業了欸 喔那很理想欸都不會受苦了喔 嗯恐怕不是吧欸都是席姓在當家 有沒有跟人家計較啊都沒有喔 還有啊有啊還說佛姓在當家 佛姓會跟人家爭嗎不會喔 對啊所以我們習性在當家 不要把習性當成佛姓 欸我們用習性來修道修不成道的喔 一定要用佛姓才可以喔 喔所以在心明然後在子於至善喔 喔這個至善啊我們就是要了解 善之又善叫至善 那我們做什麼事情啊欸都要求起至善 再子於至善 我們知道子了以後喔 喔我們呢就可以啊定靜安立的喔 喔就整個都出來了 所以喔我們修持的功夫啊在八條目 八條目咧各位記得嗎 念念看 喔對就是這樣 第一個咧就是格物喔 格物自知然後誠意正心修身齊家 治國平得家 第一個咧就在格物 那格物啊就是格齒物意啊 就是我們心中啊不要有物欲 心中不要有事情耽擱著 要使心啊清淨 所以我們在日常生活之中欸喔 就要把這個格物啊做得很徹底 格心裡面都沒有物心裡面都沒有事 這樣心就清淨啊 這樣心就清淨啊 心一清淨啊 回到不生活妹的真心佛性啊 本體回來了 這樣聽得懂嗎 會不會得啊 會不會 心裡面喔 有事有物啊 趕快呢把它清除掉喔 我們就呢啊這個追根究底喔 這個心裡面住在什麼像 住在形象的話呢 趕快去瞭解形象的流浪喔 它是中年機會才形成的 演技則生演戰就沒了 形象都變化無常喔 不要住 形象都變了 我們還住在舊的形象上面 然後造了很多業喔 發不來的喔 所以了解說喔 像是假的 然後事情事情也是一樣啊 一年機會才有事情啊 一年消失就沒了 所以我們呢 就呢 事來則應 事氣則敬 怎麼處理啊 我們用真理處理 用真理來處理事情啊 也就是率性而為 沒有造業啊 所以喔 一定要隔物 我們心中的物啊 一隔了 全部都清淨 清淨的時候啊 才叫自知 我們的良知良人 才真的整得出來 所以我們在凡神用的心啊 都不是我們良知良人 都不是真正的喔 清淨的本性啊 生發的 所以呢 我們就是要 先隔物喔 心裡面沒有事情 沒有東西 只要呢 清淨的時候啊 那個知啊 正知正見 就呈現 那麼正知正見呢 也就是佛知佛見 那個很重要 它呢 不會啊 讓我們造業 可是我們每一個人呢 都要喔 欸 這樣做 誤格了 心清淨了 知啊 就是正確 正知正見 然後有正的知見啊 我們意啊 就很誠 誠意啊 那個意啊 自然很誠 那意啊 很誠的時候啊 心就正 那一心正啊 我們所做的事情啊 都符合真理 那心正了 身就修 喔 所謂誠意中啊 就行以外 你心裡面很誠 外面呢 自然呢 就能夠把那個誠啊 表現出來 喔 所以啊 身呢 就修了 那你身修了以後啊 家就起了 喔 所以我們要了解喔 最重要的就是身教 在家裡的話呢 你這個身教啊 非常標準 那你的太太啊 你的孩子啊 欸 你的先生啊 這一些呢 他一定呢 欸 效法 絕對不會偏啦 欸 所以這個 家就起了 那起家以後呢 欸 就可以治狗 喔 那個古時候的狗啊 是一個團體 一個團體啊 叫一個狗家 那整個團體呢 欸 就可以治理得很好 然後呢 這個團體治理好了以後啊 就可以平天下 天下太平 所以啊 作呢 就是在 喔 我們那個格物 格齒物語啊 最重要的 喔 那個根源 我們把它格齒物語的 根源已經清淨了 回到你不生不昧的佛性本體 怎樣呢 欸 就成就了 所以 啊 這個 大學裡面啊 就有講 喔 那個 曾子說呢 這個拾目手四啊 拾手手指 其遠乎 有沒有 有沒有練過 欸 那個拾目跟拾手什麼意思 啊 不知道啊 那個拾喔 拾其獨耶 有沒有 大學裡面啊 有沒有拾其獨啊 有沒有 那個 獨喔 就是獨一無二 喔 喔 我們那個不生不昧的佛性啊 就是獨一無二 欸 啊 我們要呢 喔 盛其獨 這個獨一無二的喔 要了解到 它一發揮出來 喔 非常的 喔 廣泛 欸 所以我們要呢 這個喔 盛其獨 所以呢 我們把那個喔 大學開類的喔 欸 再講我們佛性的部分呢 把它講出來